南北韩的紧张情势持续升温 北韩的官媒放话将向南韩空飘3000颗气球 发放1200万张的反南韩传单 专家认为北韩很可能会选在 韩战70周年也就是6月25号当天行动 另外根据南韩国防部收集到的情知显示 平壤正在筹备一场大型的阅兵大典 要来庆祝劳动党建党75周年 而这个时间点预计很可能就是在10月10号登场 要让全世界都看到北韩如何大秀他们的军事肌肉 北韩16号大动作炸毁了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 代表北韩政权已经与郑为首的强硬派当道 掌控了未来对南韩的态度 将会以秀肌肉取得双边和谈 而根据南韩的最新情思显示 今日城广场已经在施工 军用机场也建造了新仓库 这代表北韩可能要举行盛大的双十阅兵 外界好奇北韩到时候会展示什么新型的火力 专家推测曾经在2017年公开试试的火星15主机弹道飞弹 以及2019年测试的建设弹道飞弹都可能亮相 南韩军方对于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最近平平出头站在第一线 对南韩说狠话 下重手 怀疑北韩当权的兄妹俩 一个撑白脸一个半黑脸 借此巩固金正恩的地位 北韩对南韩文攻武贺 即将举行射大阅兵 又要空漂1200万张反南韩的传单 在边界装设扩音广播喇叭 完全能掌握发球权 南韩只能被动地接招 曲奇下风 虽然不至于升高军事冲突 但两韩要回到谈判桌和平对话 恐怕短期之内看不到 杨正平比你